大家好,我是陈寗 最近你看這網路、電視、報章雜誌 都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 AI 盛行 會有什麼樣什麼樣什麼樣的人會失業 那剛好又搭配上最近美國的科技大裁員 Google 他們裁了很多人 那從美國到大陸到台灣 然後每天我看我自己的 FBA 因為我在科技業工作的朋友比較多 每天都看到這個人很熟的朋友 他被裁員啦 都看到這樣的新聞 那這樣子呢 很多人就會覺得很緊張 哇,那這 AI 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要失業了 是不是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 其實呢 我們繼續說 不盡然 其實從結論上來說呢 你會不會被時代淘汰 取決於你願不願意學習 所以今天呢 那我就用這個 AI 的例子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在用 AI 的時候 觀察出了一些特點 這 AI 到底可以做什麼 我簡單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就是呢 現在 AI 呢 下面有字幕嘛 這個東西也是用 AI 跑出來 所以我用我們自己的電腦 用一個叫 WISPR 的軟體 自己把他 把我講的話呢 把他辨識出來變成字幕 所以呢 這 AI 到底用起來會怎麼樣呢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一個 實際的範例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字幕 是 AI 那我們剛剛講還有一個做圖片的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軟體叫 Stable Diffusion 它是運行在我們公司的電腦上 那今天呢 我想要一張圖片 因為我們影響上 Rumi 需要一張圖片 它是一張咖啡廳的異象圖 我希望它是一個咖啡廳 然後它有咖啡機 有沙發 有桌子 而且有漂亮的窗光 那我把我們的關鍵字 還有我們的參數都設好之後呢 我們就給他按 跑圖 讓他下去跑 來 那現在開始跑了 那因為我們用的是 Max Studio 在跑 所以呢 跑起來的速度還蠻快的 大約 10 到 30 秒可以跑一張 那我們看一下出來的成品 有沒有 完全就是照我想要的 其實這我也是花了一段時間練習 所以其實你說 AI 是不是 這工具丟出來就會馬上用 沒有 其實我大概花了 應該 5 天 然後一個禮拜吧 去學習它如何使用這些參數 如何控制它 去產出一張我想要的圖 完全就是我想要的 那今天 我們需要個文字 比如說像我們最近影響上 Rumi 換了新喇叭 原本鸚鵡螺旁邊是Find Fe12S 現在換成鸚鵡螺旁邊 Find Fe12S 那我現在就需要一段文字 跟大家介紹我們這個 Foza來到我們沙龍 Foza 是什麼樣的喇叭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用 Chair GPT 問問它 幫我寫一篇 寫一篇 可是這裡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AI 它搞錯了 它搞錯重點了 它以為Astelon-Foza 是一個人 那為什麼? 因為我拼錯了 我在家寫Astelon-Foza 結果我寫是Astelon-Foza 那真的有這個人嗎?不知道 所以你說 AI 這東西真的能夠完全取代人類嗎? 我必須說今天這就算是個人 今天就算是比如說公司助理好了 或者是這個是音響的代理商 你問他資訊 他也可能會給你錯的資訊 更何況是 AI 所以 人要有判斷的能力 這我們等一下也會提到 那這裡我拼錯了 導致他寫了一個錯的內容 我們再試一次 我給他正確的 Astelon-Foza 為了避免他搞錯 我們給他加個喇叭的關鍵詞 以免他以為Astelon-Foza 是個人 有了有了 Astelon-Foza 是一個極具升學表現力 和美學設計的高寫音響喇叭 他連他的那個老闆都寫對了 這個阿爾弗雷德格魯勒設計 那他在完全搞清楚Astelon-Foza 是什麼了 這件事情 其實 就是 AI 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說他內容是不是完全無誤 這裡寫了 搭配高質感的木材和金屬材料 如果你了解Astelon 的話 你就知道Astelon 根本沒有木頭的喇叭 所以他裡面有錯 好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其實就非常好的說明 為什麼人還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現在還是非常的迷惘 非常的徬徨 就 AI 要取代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工具是為人類服務 不是人類去服務工具 所以呢 今天你出現一個新的工具 他可以幫你快速的產出很多很多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包餃子機 包餃子機這比較形象嘛 因為你只要把麵粉放進去 把肉放進去 把菜材料放進去 他出來就是餃子 那你說這個餃子機出來之後 會不會有人失業? 肯定會有人失業 本來流水線上面在生產餃子的那些工人們 他們肯定會失業 那你說這個產線從此以後不需要人了嗎? 那不,還是需要人 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說的工具是為人類服務 而人是主觀的 今天這台機器 比如說餃子機好了 他做出來的餃子 你把東西全部丟進去之後 這個餃子生產的過程會不會出錯? 他生產出來的餃子是不是好吃的? 他吃起來 他的口感 他的一切的配方 他的運行 這些都需要人來去把關 為什麼? 因為做出來的餃子是給人吃的 不是給電腦吃的 就跟我們剛剛這個Asterholm Folza 的這個文章一樣 他寫出了文章 他是給我們人看的 不是給電腦看的 剛剛那張咖啡廳的圖 也是給我們人看的 不是給電腦看的 所以 今天這張咖啡廳的圖 今天這片Asterholm Folza 的文章 或今天這做出來的餃子 最後最後都還是要由人類 去評断說這個東西 到底可不可用 他裡面到底有沒有錯? 裡面有沒有不合邏輯的東西 或者是跟事實相悖的東西 出現在裡面 比如說剛剛他寫的 他寫得非常好 你看一整篇文章 Asterholm Folza 是一個什麼樣的喇叭 他的老闆是誰? 全部寫得洋洋灑灑 寫得非常好 你今天看那個 代理商的官網 可能都沒有寫得那麼清楚 可是裡面就出現一個很大的謬誤 他寫說用高質感的木材和金屬材料 打造出精美細膩的外觀質感 可是我們知道 其實他並沒有用木材 Asterholm Folza 的殼 是用大理石粉末壓出來的 所以 是很高科技 他後面寫得沒錯 是使用高科技材料 但是呢 他裡面沒有木材 也沒有金屬 他像這樣的內容 就需要我們人去把它挑出來 那這樣子的時候 你還會覺得 人不重要嗎? 所以我們可以來分析一下 什麼樣的人在這個新時代 會被淘汰呢? 其實就是我影片最開始說的 不願意學習的人 最近呢 我們公司在導入這個AI的過程呢 我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呢 我說 你這個文案 可以用這個ChairGPT 幫你寫 結果呢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他還是苦於說他生不出這個文案來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的ChairGPT 是了嗎? 我才發現他連ChairGPT 的帳號都沒開啟 而你如果已經正在玩 或者是你現在正要玩 你會知道 ChairGPT 的帳號呢 那根本是毫無申請的難度可言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用 Google 帳號登入 那現在誰的電腦沒有登入 Google 帳號呢? 那你就按那個 Google 登入 然後登入之後 他會認證你的手機號碼 認證完 砰! 可以用了 剛剛看到的這個介面 就是就這樣 就可以登入可以使用 結果呢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們的助理妹妹還是沒有開啟 她的ChairGPT 帳號 可是呢 他卻依然苦於同一件事情 就是要寫文案讓他非常非常的 焦慮 這件事情呢 讓我回想到很久以前 大概十年前吧 我在一家公司 我是他們公司的外包的人員 那因為他們公司有一些人 我幫他們公司的人拍照 然後用他們公司的人來幫忙寫文章 就有一天呢 我一直在等那個人把他的工作做完 讓我可以幫他拍照 結果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他還是沒有完成 然後我就去問他啦 你在幹嘛? 他跟我說 我這裡有這個 所有就是有一個 Excel 表 上面有幾百筆的這個價格全部寫錯了 他可能是本來我現在當然記不起來數字啦 但大約就是原本是 120 塊 可是他寫成 100 塊 所以他要把這個 100 塊 改成 120 塊 結果他花了一個小時 他才做一半而已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你全部都是 100 塊改成 120 嗎? 是一樣的嗎? 他說對 全部都是 100 改成 120 那你為什麼不要用搜尋取代呢? 搜尋取代 5 秒鐘搞定 可以把你就算裡面有 100 萬個 100 塊 他要改成 100 萬個 120 塊 都是 5 秒鐘搞定的事情 結果他說 我不會用啊 我現在就是要這樣 然後他就很快速的按鍵盤 我很少看人家按鍵盤那麼快 他一直按一直按 然後你就說那我教你用好不好?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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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教我用 我現在不要學習任何東西 我要把這個 100 塊改成 120 塊 這個時候我不要學習東西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啊 你讓我們不是只有我一個 還有跟我配合的一些夥伴 我們全部等你一個 然後再等你一個小時 把剩下的 100 塊改成 120 塊 這事情 我說難聽 蠢不蠢? 太蠢了 明明你只要 5 秒鐘可以做好的事情 你偏要花這麼多時間去做好它 而這件事情並不是一個新科技 那是打從 Excel 發明的那天開始 Excel 發明的時候好像是我小學的時候吧 就有這個功能 你不用 然後你就要我們等你一個小時 我們那麼多人就閒著沒事看 等你一個小時去做這個事情 那其實這事情一直到今天 我剛剛講的這個 Chet GPT 要我們的助理妹妹去使用 Chet GPT 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 你為什麼不學習? 其實學習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現在時代進步很快 如果你是活在 17 世紀的人你很幸福 因為時代進步得很慢 你從發明 就從發現萬有引力 到人類飛上天空 花了 300 年 可是呢 現在從發明電腦到電腦會幫你寫文案 只花了 30 年 這是差很多的事情 你在 30 年 其實人也才剛過了三分之一而已 結果在這麼 30 年內 時代進步到變成 以前還覺得幻想 看著像我小時候 那電腦還在用指令的介面的時候 看哆啦A夢 裡面跟... 哆啦A夢有一個道具 跟他說 我想要手種自從的風格的漫畫 然後呢 要 500 頁 要有什麼冒險與淚水的主題 結果呢 那台電腦就把他畫出一本漫畫來了 那這個東西 當年小時候看覺得 哇,這太神奇了吧 22 世紀 真的這麼厲害嗎? 結果 我現在才 30 歲 還在 21 世紀 這樣的東西做出來了 剛剛不是給大家看了嗎? 我想要什麼樣風格的圖 他就伸給我看了 那故事 Chair GPT 也可以幫我寫出來了 這中間只花了不到 30 年的時間 那這 30 年中間我讀了小學 讀了中學 讀了大學 讀了研究所 還取得了我的學位 那結果在這樣的過程中 已經從幻想變成現實了 所以你說這... 這怎麼能不學習呢? 可以從一個歷史發展 的這個過程來看 你看 當年電腦發明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你看現在有電腦啦 你看你們這些打字員 這些排版的人 你們就會失業了 那些交易員在那邊手抄那個交易資訊的 你們就會失業了 以後是電腦的時代 那我們從結果來看也確實好像是這樣 因為呢 這些排版變成電腦排版 這股票交易變成用電腦交易 那打字啊什麼全部都改成用電腦去處理 可是你說這世界上有因為這個樣子 導致真的說 有一股票的人通通都沒有工作嗎? 其實 這件事情就如我剛說的 他會淘汰那些 不想學習使用工具的人 今天你是一個工程師 你今天在寫一個call 今天老闆跟你說 我們今天要把這個服務 這個服務把它串接到我們的網頁上 我希望所有來我們逛我們商城的人 都可以有一個機器人問他 說我今天要買空氣清淨機 應該買哪一台 我要一個機器人幫你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你就開始 寫很多很多然後寫程式一直debug 一直debug 結果過了一個月之後 老闆問你的時候 你還是沒寫出來 結果來了一個新人 那個新人呢 直接問ChairGPT 問他說 幫我寫一段code 把你自己跟我們公司的網站串在一起 結果 他幫你把這個程式碼寫出來 你只花了一天的時間 他幫你寫了一個程式碼 然後你判斷的東西能不能用 然後實際的裝到你們的官方商城上面 去測試看看可以用的 你就可以跟老闆說 老闆 我們完成了 你只花了一天 而另外一個 那個不願意學習的人 花了一個多月還是沒有完成 請問誰會被淘汰 毫無疑問 就是那個用了一個多月 還有搞不出來的人被淘汰 那他為什麼被淘汰 你說是AI淘汰了他嗎? 不 是他自己淘汰了他自己 因為他今天明明就是要使用一個工具 他今天要把這個AI的工具 串接到商城上面 結果這個AI的工具 他本身就具備了幫自己寫程式的能力 但這位不想學習的工程師 不去學習這件事情 他也不去看別人怎麼用這個東西 最後他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SARS也沒完成 那這件事情可以放在方方面面上 包括像圖片 今天我跟你說 我要一張咖啡廳的圖 我明天SALON的IG要用 我要一張咖啡廳的示意圖 結果你今天就放下所有的事情 你把今天所有該做的事情通通放下 然後拿著你的繪圖板開始畫 畫了一個晚上之後 也熬夜了一個晚上 但你畫不出來就畫不出來 但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AI的工具 你看剛花了大概30秒的時間 生了一張圖給我 也就是30秒他可以生一張圖給我 那你何不用這個工具 花一天的時間生1000張圖之後 陳寗這裡有1000張咖啡店的圖 你挑一張你要的吧 而這件事情是電腦在跑的 你只要下了指令讓電腦跑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有一件一個非常好笑的笑話 就是說 以前我都 就有人在網路上留言說 以前我都幻想 機器眼跟電腦可以幫我做家事 讓我出去賺錢 結果現在有了AI之後 怎麼變成是電腦在賺錢 我在打掃家裡的環境衛生 是不是覺得非常有趣 原本我們希望是電腦幫我們打掃家裡 結果現在變成是電腦在幫我畫圖 電腦在幫我寫文章 電腦在幫我寫程式 然後因為我閒下來了 因為電腦在跑要時間嘛 結果我就去刷廁所 洗碗洗衣服那些沒做的家事 我通常去幫他做一做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前幾天呢 我看到商周他出了一本書 叫做就是教大家如何使用CHATGPT 來幫助你完成你的工作 我就想 這玩意該不會是CHATGPT自己寫出來了吧 於是我就用CHATGPT 自己嘗試做這件事情 我請他幫我先寫個大綱 他幫我寫了一個十二張 文字的大綱 然後呢 每個標題都寫得很清楚 而且還是給入門的人看的 那剩下呢 我就挑一個大綱 叫他幫我寫內容 真的很不可思議的是 這個晚上在一個晚上的時間 他幫我把前面的一張文的內容寫完了 所以還真的是可以用 AI幫我把寫一本書 來介紹如何使用AI他自己 多好的工具啊 可是你說這內容對不對 肯定有錯誤在裡面 所以我的工作是什麼? 我的工作就是把這些錯誤把它挑出來 然後重新看是我要自己去糾正他 還是讓AI糾正了之後再重新寫一遍給我 這是我自己要決定的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作家 那麼我今天要寫這些內容 我只要負責做什麼? 我只要負責去找資料 我只要去制定方向 我只要把這些內容全部把它想好了 丟給AI去做 AI做完之後寫出來的文字 我再去看說 這個哪裡對哪裡錯 哪裡對哪裡錯 歷史上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 那個人叫什麼? 叫大錢炎一 大錢炎一很有名嘛 他寫了很多很多的這種 關於什麼社會啦 經濟的書呢 我們看得很有道理 那你說大錢炎一是一個人嗎? 是他是一個人 可是實際上他的書真的是全部他寫的嗎? 並不是 其實大多數的學術的教授 這個博士 他們在寫文章的時候 他的背後是有一群人在幫他收集資料 幫他寫這個什麼文獻探討什麼的 我讀書的時候 有一個教授 他的文字 全部都是我們的這些學生寫的 他就掛一個名 可是你說這個 憑什麼他掛那個名? 因為我們是學生 我們寫出來的東西 可能跟現在AI寫出來 差不多 簡稱垃圾 就是寫了一堆不知所以然的東西 可是呢 對那個教授來說 非常有幫助 因為他不需要自己去找了 他要做的事情 只有一個就是把關 他把這些內容把關好了 對了 OK了 全部都好了 全部都順好了 沒有錯誤了 掛上他的名 然後我們這些 這些蝦餅蟹醬 把名字全部列在後面 就是這樣出來了 那其他的場域呢 廚房 你去吃個米其林餐廳 你看裡面有一個最閒的人 但是他脾氣最大 就是誰? 主廚 為什麼他最閒? 因為他的工作 就是在這裡確保 每一道出去的餐 都是一樣的 那他憑什麼這麼做? 因為他最強 他是廚房裡最強的人 這裡這個炸台 做麵包台 甜點台 然後煎台 這些做出來的食物 全部都要給這個主廚看 主廚看了 OK了 可以出差了 所以主廚他是一個把關的角色 他不需要去實際動手做 所以你說我今天要怎麽樣 不會被AI去取代 你把你自己想像成一個主廚 你把你想像成一個教授 而你不用自己動手去做這些事情 你要做的只有兩件事 第一 你要學習如何使用他 每個當主廚的人 第一件事情 很多人說為什麽主廚髒話那麽多 總是罵髒話 而你看 Gordon 在廚房裡 就是不斷地罵人不斷地罵人 為什麽 其實那就是他使用他的工具 就是他的廚房的那些廚師的方法 他必須要用這個態度 他的工具們 他的這些人們 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 第一個 你要像 Gordon 一樣 你要學會怎麽去操控你的工具 讓他們做出你要的東西 第二個 你自己要夠強 你自己要懂得夠多 當這些人呢 他幫了這些工具呢 做出一個東西給你看之後 你要知道如何去把關它 以我自己來說好了 過去呢 這些介紹啦 評論啦 我自己要寫嘛 可是我現在不用自己寫啦 我讓 Chet GPD 幫我寫出 Extron Forza 的這個介紹 可是 我自己要不要懂這Extron Forza 要 我要非常非常了解他 不然這Extron Forza 介紹裡面 出現錯誤的時候 誰來糾正他 是電腦自己嗎 當然不是 是我 所以如果你現在還在徬徨說 AI 這東西是不是要取代我了 那我建議你 放下你的徬徨 放下你的焦慮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去擔心這東西會不會 取代你 而是你現在應該就去試試它 你今天是個文案的小編 趕快試試 Chet GPT 你今天是一個畫插圖的小畫家 趕快試試 Stable Diffusion 你今天是一個打竹字稿的人 趕快試試 Whisper 這個東西是一個工具 除非你的業主人機車 不然 他沒有道理限制你用什麼工具 他不會限制你用 Color Draw 還是 Illustrator 來畫圖 他也不應該去限制你 你可不可以用 Stable Diffusion 來協助自己畫圖 如果今天老闆說 你也不過就是 AI 畫的 你把這個電腦推給他 自己畫 讓他看看你那下的那複雜 差不多有一兩百個標籤的那個參數 讓他看看這玩意多難用 我算是學習能力強的人 我也花了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才稍微知道該怎麼用它 所以 好好的學習 時代就不會淘汰你 那至於其他世界的應用怎麼樣呢 之後我再分享一支影片 跟大家聊聊最近 我們公司導入 AI 之後的幾個初步的應用 非常有趣 幫助我們節省非常多時間 那我們就之後再來聊 今天就聊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我們下次見 8 7